第295章 论剑 看着满脸枉然的弟弟 想着自从母后去世后 姐弟二人相依为命 想着这些年 自己为了弟弟的皇位 所做的努力和牺牲 不由百感交集 宁缺是书院二层楼的学生 夏侯死在她的手中 那个女人 难道还能和书院亲近 即便她再如何虚伪能忍 书院也不可能再倾向她 这条无形的沟壑 出现在书院和她之间 那么她的儿子 还怎么能当皇帝 离婚员终于醒了过来 是啊 如果没有书院的支持 父皇就算再宠爱 那个小兔崽子 只怕也不敢轻易地 把帝国交给皇后一方 一念即此 年轻的皇子呼吸 都粗重了几分 紧紧握着拳头 眼眸里满是兴奋的神情 甚至还带上了些 猙獰的身材 离婚员又想起了 先前何明池通知的 另一桩事情 略显哭恼地说道 清和俊三供奉死在长安 不知道 那边的人会有什么反应 李渔眉头微皱 也觉得这件事情有些麻烦 这些年来 清和俊大幸 给予了她大量的金钱支持 她在朝堂上能够相对轻松收拢 那些朝臣 幕后也有清和俊的帮助 如今 对方的老祖 却暴死在长安城 不知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燕明湖畔的宅院 在昨夜的大战中 遭受了极严重的破坏 梁段强摧 满地狼藉 到处破败不堪 只有偏僻的别院 保存得相对蛮好 宁确和桑桑回到了别院里 在陈皮皮和唐小唐的照顾下 沐浴敷药 随意吃了些食物便开始休息 然后沉沉地睡去 湖畔坊向里的警戒已经解除 除了长安府的牙役在宅院外维持秩序 禁止市民前来看热闹之外 没有什么更多的管制 鱼龙帮众在七四爷的命令下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掩命护盘 开始清理整修宅院 只是宅院破坏的太严重 明显不是两三天便能做完的事情 战前被宁缺遣散的丫鬟管事们 也陆续回到了宅院 看着满地的狼藉 众人不免有些担惊受怕 甚至有人想要离开 只不过他们十年的生气都在学士府里 当增进大学士夫妇去看女儿之后 众人便老实了下来 既然有了下人照顾 陈皮皮和唐小唐回了书院 如今长安城并不太平 尤其是佛道两宗的天下行走 都在需要谨慎一些 傍晚时分 别怨幽静 院外隐隐传来清扫瓦丽和废墟的声音 叶红瑜也回到了湖畔的宅院 他站在门槛外 看着床上正在酣睡的主仆二人 看了很长时间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就如以前数月一般 东湖一战 宁缺和桑桑都没有受太重的伤 直到最后 夏侯使出了铁枪 他们才开始流血 但这场看似完胜的战斗 对他们的精神和身体 依然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宁缺在释放宅院里的浮风暴 引发连田里的爆炸 以及射出十三支浮箭之后 石海里的念力 甚至体内所有的耗燃气 都完全的枯竭 而桑桑最后在山崖之上大放光明 更是近乎于燃烧本质生命的手段 小楼之中光明尽是止于黑暗 他的身体寒冷的像块冰 宁缺很担心 他体内的嘘寒之症复发 睡前把他搂进怀里 就如当年一样 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的身体 只是右臂因为福建的反噬受伤严重 他又不习惯用左臂 所以只是轻轻地抱着 不紧 却依然很暖 第二天清晨 桑桑便醒了 但他不知道是受了风寒 还是因为别的缘故 头痛得厉害 浑身乏力 根本无法起身 宁缺也是虚弱到了极点 一把将他拖回被窝里压着 让丫鬟们端食地水 不允许他起床做家务 这一躺便是三天三夜 宁缺精神健好 从床上爬起 借着晨光入园 找到了坡刀 便开始挥舞劈砍 只闻刀声呼啸 又见寒芒气血 忽然间 他不知道想到什么 停了下来 站在东原中央 身体显得有些僵硬 看着手中的坡刀沉没了很长时间 过去的这些年里 只要没有什么突发的事件 在每天清晨起床 在桑桑的服饰下 洗树进食后 他便会开始练功 无论是刀法 剑术 还是冥想 从来都没有半点的懈怠 因为他始终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更有复仇的压力 今天清晨 似乎和过去那些寻常无奇的清晨一样 但事实上 这个清晨与过往有很大的不同 他现在是书院二层楼的学生 世界上没有几个人 能够威胁到他的生命 而且夏侯已经死了 夏侯都已经死了 那还练刀做什么 宁却握着沉重的坡刀 沉默地站立了很长时间 然后 他开始继续地挥动刀锋 每一刀都是那样的简洁凛 每个动作都是那般的一丝不苟 想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练刀 那么便暂时不要去想 正如他曾经对大师兄说过的那样 这些事情便是他曾经所有的世界 所有的风景 一时半会儿间 他根本无法摆脱习惯的强大力量 也不想摆脱 接下来的这些冬日里 燕明湖畔的宅院 被鱼龙帮争目的工匠渐渐修复 自然花了一大笔的银钱 为了把这笔账目填平 宁却不得不提前动用 巢小树在西城独坊 留给自己的分红 并且预知到了后年 宁却和桑桑哪里都没有去 一直停留在宅院里 也许是对如今填静 且无目标的生活有些不适应 也许是东湖一站留下的伤势 并没有真正痊愈 总之两个人的精神都不是很好 显得有些奄奄的 这种奄奄并不是文人 在雪湖旁伤春悲秋探冬的情绪 只是极度放松后的极度疲惫 当然宁却依然保持了极高的警惕 虽说东湖这站是场公平的决斗 但夏侯毕竟是帝国的大将军 在军队里 在朝堂上有无数的同僚朋友 如今死在自己的手中 谁知道长安城里会不会有什么暗浪正在翻涌 他在公门前承认自己不是宣威将军林光远的儿子 陛下的特赦旨意自然也不算数 朝廷还会继续调查那些谋杀案吗 仅时为大唐官员或将惨死在他手中 奉行唐律第一的帝国会一直保持着沉默吗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宁缺的意料 夏侯的葬礼隆隆重却又沉默地举行完毕 郑国大将军封府将军府里的所有人 包括两位夏侯公子踏上了归乡的旅程 没有任何人提起那些命案 包括过往最强硬的军方 如今也变得异常的平静 除了曾敬大学士夫妇来过两次 朝廷竟是没有任何人踏入燕明湖畔的宅院 就仿佛前些天皇宫前没有发生那场对峙 东湖上没有那场惨烈的战斗 仿佛长安城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在一个飘着微雪的清晨 叶红瑜也离开了燕明湖 宁缺和桑桑撑着大黑伞送他来到院门处 他看着羞气一心的院门 回想起那个雨天里的画面 感慨说道 唉 真没有想过 居然会和你一起同居半年的时间 这等浅漏的双关无聊话 以后少说为妙 我以后争取多说些高雅的无聊话 话说你得罪了裁决大神官 才被迫离开神殿 离开长安城之后 世间又哪里能密到一块净土 按照你当日所说 耶稣根本不会理会神殿的事物 也不会理会你的生死 你难道不担心会被神殿杀死 生死是最私人的事情 也是人自身完全无法掌控的事情 不能寄希望于他人 哪怕是兄长 但我想自我掌控一下 你是道门中人 我不与你做这种玄妙之便 宁却笑着回答道 然后伸手胆掉落在肩头上的一片宝雪 随着这个动作 他脸上那处极浅的小酒窝 顿时地清晰起来 叶红鱼看着他脸上的浅窝 看着他的笑容 默然地想着 怎样的人生 才会让一个冷血无耻的家伙 拥有如此美好的笑容 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宁却微微一正 什么事 在修道天赋上 我明明远胜于你 然而对那道只见的领悟 却远不如你 我从西陵看到长安城 耗损了极大心神 才终于悟出十之八九 然而你当时只看了一页 便能把剑一剑是 你的相模似样 宁却想了想 我也想不明白 你想出什么答案没有 那天在雪湖之上 你把大河剑一凝在刀上 刺进夏侯的身体 我当时看着那个画面 看着那道滔滔灼浪般的剑是 联系着你悲惨的一生 隐约间想到了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只见的真意 不在薄质无剑 而无戏不入无人不杀 也不在于汪洋之水 天下来的磅礴气势 而在于最简单的水流的道理 世间所有的水 都必然下流无法自说 这便是决然无悔 也就是说自己觉得 怎么做是正确的 便会怎么去做 在这方面 毫无疑问你是个强者 啊 原来是这个道理 我本来以为 你要说我这个人比较下流 所以才能够悟通 这种讲究下流的剑法